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有赠品 这是多么的划算 有了Torres的多功能置物推车 摆设零杂乱 而且居家好美观 赶快拨打明镜与点栏目 或者是用CJW的手机来抢购吧 每一次要过年的时候我都特别地烦恼 因为我家的客厅那张桌子就很小 一定摆满了所有的黏饼 饮料等等 等我的客人来 对不对 可是摆满之后 我就没有地方放其他的东西了 手机转发 手机等等 而且看起来很杂乱 我自己心情也被受影响了 怎么办 Gary 其实不用这么麻烦 那么简单的解决方案 就摆在你眼前了 对不对 你看我们这个Torres的手推式的置物架 是不是很好看呢 真的 你真的是推出来的 对 这是不是说 我可以直接将我那些饮料 万张水 冷饮直接拿出来 这样摆着看起来就很整齐了 对不对 对 你有了它过后 你就可以把那些食物从厨房里面拿出来 又或者是说你的亲戚朋友来到你家的时候 那个家里的桌子上面 它是不会非常杂乱 看起来非常整齐有序的 真的喔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过年的时候有了这个置物的推车 所以它就好像有一个工人 帮你就是从厨房里面一直拿出来 而且一次过可以拿很多的东西 而且都是新鲜出炉的 是的 再来你自己看一下 它下面这边就有这个万象轮 那这个轮子是可以滚来走来走去 对不对 而且它前后左右 总共有两个是可以锁着的这个轮子 那边就是它可以锁着的轮子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对 锁着的轮子是非常方便的 你只要轻轻一下按一下 它就可以固定在那一个 你要固定的位置 你不用担心它会移位了 对不对 很棒 而且大家已经看到了 我们的这个是竹子的框架 对 所以它比一般的木制的置物价 是更加的耐用 而且你不用担心它很容易受潮 而且我们的这个拖盘 这个是可以拿起来的 这个拖盘 你看 对 我拿起来 我就可以当做好像是拖盘 拿水给我们客人吃 还是什么等等 所以很方便 对 我跟你讲 我们新年的时候我跟你讲 那食物肯定不只是那么少而已 那就是说我们在家里 尤其是过新年的时候 一定有很多罐罐 瓶瓶那些 所以都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这个置物手推车上面的 真的 所以你看 现在我们就可以移动 把它摆在另外一个地方 是的 你不要告诉我 这个也是我们Torres的 多功能置物推车 是的 没有错 你看 你有看到的话 我们这一个 它就是已经把那个轮子拆掉了 它也可以当做是一个置物架 可以放你家里所有的东西 真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可以放花盆 对 你可以放这个相框 然后甚至是可以将那些书 其他的那些杂志等等 都可以放在里面 而且玩具也可以收纳在里面 真的超级方便的 把轮子拿掉就变成了一个置物架 而且是很漂亮的那一个 是的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多功能的置物架 真的太好用了 不只是可以放这些相框等等 你看 还可以放什么东西 就连我们的这些奶粉 奶瓶 就是宝宝用到的这些用品 都可以一并放在上面 你事实上想想一下 如果你的这个小朋友 他已经闹着要换尿片了 你还要跑上去二楼拿下来的话 就肯定很麻烦了 对不对 今天你把它放在这个推车上面 你去到哪 推到哪 你的宝宝就可以很安心地睡觉 要喝奶就喝奶 要换尿片就换尿片了 对不对 真的喔 而且它真的是很大容量 每个隔层至少都可以放5公斤的东西 对 承重量很高 所以一个置物架 是可以承重成15公斤的 15公斤 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你不要放奶粉奶瓶 或者是Fanbus等等的 还可以放在你的书房 当做是什么 摆放那个电脑 文具 还有其他的书本 文件等等也可以 你看 是的 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电脑 这样子 是 我告诉大家 很多人家里就是有小小样的东西 凌乱不堪 那如果你看到这样子 你觉得很不爽 很不舒服 对不对 所以你就需要Torres 就是帮他来把你的家里 收拾得更加的整齐了 这个真的是很管用 因为你真的是可以使到你的家 在短时间内就变得非常整齐有序 而且在过年的时候 真的很重要很重要 因为每次很多客人来我的家的时候 我就是很疲惫地 一直要跑进我的厨房 去冰箱里面拿那种罐装水跑出来 拿给他们 如果你有这个推车 那一次过来 你可以放很多很多的那些饮料 然后直接 然后我们就可以将它推到去客厅 然后给他们喝到最冷的这个饮料 是的 而且在收拾那方面 也可以简单更多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亲戚朋友回家了过后 你就可以把它放回去你的原位那边 你就不用担心 你还要再去厨房拿多一次 那当然过新年嘛 我们一定要打冰楼 吃火锅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家的这个桌子 有时候真的很小 一张对不对 那你家的是不是这么小 我不懂 可能也大一点 而是如果我们坐满十个人 八个人 围到满满的都是那种火锅料 又有碗碟什么 对 那再加这些沙布浪仓 你还有位置在放那些火锅料吗 没有对不对 根本不够 可是今天如果你有了 Torres的这个桌功能置物的推车 你看我们很正奇的 将我们的其他的火锅料 通通都摆在上面 所以你要吃多少 你就直接从这边拿过去 很方便 就好像我们去火锅店的时候 对 吃东西的时候 他们不是给你一个这个推车的吗 或去点心店的时候 他们也是用这种类似 推这个点心跑出来 你看这边这个隔层 你还可以放其他的一些调味料 碗碗碟碟碟 汤纸叉等等 整整齐齐 而且你在收纳 收理清洗方面 也是非常方便的 而且最重要呢 它只需要九十九令吉 就可以把你凌乱的桌子 摆得更加整齐 我告诉大家 整齐真的很重要 那如果我们这一个桌子 不整齐的话 对不对 那个小朋友可能走来走去走动 会不小心打翻那些汤 然后弄上自己就非常危险了 对不对 对 今天我们带给你的 是CJW的新品商家 是的 之前你肯定没有看过的 Torres的多功能置物推车 三个隔层 上面那个是一个托盘 下面两个是一个架子 我们来送你一个真板 只卖九十九令吉 那平常呢 如果是我们在这边 在外头买的话 一个要整两百十六令吉 这么贵的 那当然不要忘记的就是呢 今天如果你是家里 有这样的铁制的这一种的话呢 我跟你讲 虽然它看起来很好用 可是你不要忘记 它有那种隐藏的担忧 你看 它会摇摇晃晃 不但是这样子 它还会生锈 你知道吗 对啊 像这样子 已经是被刮到它黑黑了 甚至是生锈的地方 其实真的不太卫生 而且放得了多少东西了 你看 这些地方 手动到都觉得不好受了 难道你拿这个置物架 摆在你的客厅 摆那些零食 年饼 甚至是那些饮料 根本就不好看了 对 那当然有铁的过后呢 你也不要忘记 所以有时候你家里可能还会买木的 那木的呢 它虽然便宜 但是它不稳固 也是一样 你看摇摇晃晃 不但只是这样子 而且呢 如果你家里是比较潮湿的话呢 它很容易怎么样 受潮 然后发霉 又没有几个月它就坏掉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木质不好的地方 第一它摇晃 二呢 就是容易发霉 而且呢 它的这些黑黑的地方 就是很容易肮脏 看起来一点都不美观 你看到吗 这些黑黑的地方 如果你把它摆在家里的话呢 根本就是影响你家的这一个环境 这样子 总而言之很简单的 过年我们家有一个新的气象 对 这种这么旧的一些产品 是时候要换掉了 要不然你就把它躲起来 你摆在你的厨房最隐秘的地方 你放那些调味料 油什么东西都OK 可是如果你要来招呼客人的话 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托盘是可以拿起来的 拿起来之后呢 你就可以装这个水 这样 来 先生请喝水 对啦 就是这样子 要吃什么东西就这样拿着 是不是很好 而且啊 如果你要来做早餐 直接送给你老公出来 老公吃早餐 也是很甜蜜一下的 是很像酒店那种 对不对 再来我要给你知道 这个是一个竹的框架 竹框架 竹子的框架 所以它真的是非常耐用的 这一层一样都是呢 非常的耐用坚固 而且是防水的 下面那个有四个轮子 那轮子其中两个呢 是可以锁的 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呢 这个呢就是可以锁的轮子 刚刚我们已经讲过了 这个轮子 只要你把它扔下去 它就锁定了 它就不会走的 你看到吗 对啦 弄起来就OK啦 是啦 有了它过后呢 你就会更加的稳固 那最重要的就是呢 不要忘记我们来看一下价钱好不好 这整个这样的这个推手推车 这个租架的 只需要一个99令吉 就可以把它带回去了 那之前呢 试驾原本是216令吉 今天这一通电话 给你节省了117令吉 新年我们要新的东西 只需要99令吉 就可以把Torres给带回家啦 对啦 所以不要等了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0-1800-18008 或者用CJWallshap的手机app来抢购啦 买回家呢 整间家就会变得更加的干净 整齐有序啦 今天带给大家的Torres多功能 置物推车呢 只卖99令吉 市价格是很贵的 216令吉 看到你也不想买 对不对 99令吉 买得过啦 而且有买就有送 我们还要再送你一个小整版 不挑色的赠送给你 是不是非常贴心呢 真的喔 而且我们给你的这个推车呢 可以使到你的整间家 摆设零杂乱 而且居家好美观喔 赶快拨打我们的日线 我会用CJWallshap的手机app来抢购吧 来 各位蓝姐 你看看你家的客厅 你的睡房或是你的厨房 你没有发觉 放了很多的杂物在桌子上面 有时候你看一下桌子 又有书本 又有杂质 你现在又有点零食 你小孩喜欢吃的一些饮料 又摆在上面 还有热补控制 如果过年的时候 这样子的一个情况 你的亲爸还有来到你家 你会不会觉得 不好意思 我才来收拾 那就太迟了 对不对 是的 这很难看 那当然除了就是厨房 除了客厅之外 我们房间 每次在家里的房间 一定会有很多那种小饰品 衣服 等等不同的东西 我跟你讲 今天这个多功能的手推车 多功能就是去到哪里 哪一个地方都可以用 尤其是把那种小小的东西 放在上面的时候 就可以把你整间家里 尤其是房间这个部分 看起来更加的整齐了 对 大家都看得到 它总共有三个格层那么多 第一个上面那个是一个托盘 可以拿起来 所以在过年的时候 你要招呼你的亲朋好友 那就很方便了 直接将所有的人饮放在上面 拿出去客厅 一次至少可以拿整 10多 10到20平这么多了 而且在组装方面很简单 很容易罢了 你不要以为说 很难组装 只要有一个托盘 但是由我们的那些 就是电钻就可以做得到了 最重要就是 今天它的稳固性是非常强的 每一个隔层可以放5公斤 你就不用担心了 你放食物 又是放这些水的时候 还会掉下来 最重要呢 它这个安装又非常简单 RM99 就可以把整个托盘给带回去 然后也可以把你的家里 就是弄得非常干净 打扫 收拾的时候也可以非常简单 好 其实很简单的 你想想看 每年过年的时候 你们要吃火锅 现在吃团圆饭的时候 你会发觉 那个桌子已经摆到满满了 又有锅具 又一些碗 筷子等等 根本没有地方再放那些火锅的料理 结果要怎样 你再买多一张桌子 摆在隔壁 那个吃饭厅已经很窄了 对不对 所以有了这个多功能置物的推测 你直接将所有的火锅料放在上面 有三个隔层那么多 而且它真的很像你去吃火锅 或是去点心店的时候 那些人不是有能够推测的吗 就这么简单方便好用 那当然如果在外面购买的话 价钱肯定是不比在CG World Shop 来的便宜 再来看一看 在外面购买的话 其他的平台购买只需要129令吉 但是如果你今天就是在CG World Shop 把它给带回去的话 只需要99令吉而已 不要忘记 在外面买是没有包那个运输费的 我们CG World Shop是自由送购买 你自己看一下 多么的美观大方 因为它是一个竹子的框架来的 所以比起一般的铁的 甚至铁的 看起来也更加稳固耐用 这个小砧板 我们免费赠送给你了 你在外面买有没有赠品 对 99令吉可以带给你整家人 一个新气象 而且干干净净 整整齐齐了 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你白厨房 你将所有的调味料放在上面 你要用的时候去推出来 不要用 你要把它推在一个角落 很好收纳 对不对 是的 我相信你家里一定有很多 这种平平罐罐 书本 很多杂物这样子 总之你今天把它带回去过后 你就可以告别你家里所有凌乱的烦恼了 对了 你看吃火锅 用它是最适合不过为什么呢 你的饮料 你的调味料 你的这些火锅料 都可以把它放在上面 清理起来又很容易 真的 你讲到这个清理 每次吃火锅 是吃什么团圆饭之后 你只要收拾桌子 或是收拾那些碗碗碟碟碟 你都觉得很累 对 你只要跑进厨房 又跑出来 然后一跑进跑出 很多人 这个你一次过 将所有的碗碟碟碟 好 剩下的那些菜 直接放在我们这三层的厨房里面 一次过推进厨房 要洗的就洗了 要不然就把它放进冰箱 是不是很简单 是不是很想要购买呢 是的 要的话 就不要浪费时间 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 又或者是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lication把它抢够回去 因为还有五八千的 WOW GO积分等待着你 电话转线中 电话转线中 别担心 只要下载CGWashop手机应用程式 注册新的账号 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义啦 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 点击Bino的按钮 输入Costco 选择地区 输入门盘号码和录名 您所订购的产品 就随即为您送上 天天精彩 天天WOW 你家的客厅 是不是有太多的杂物了啦 是不是常常在家 找不到物品呢 疲于奔命 想到都觉得很烦很累 是的 如果家里很凌络 就要看过来了 因为今天CGWashop新品上架 要介绍给大家的 就是PORES多功能置物推测 它可以善用你的空间 收纳起来也是非常方便的 对了 收纳有序 所以范围不设限 就只有这个推测 给你一个托盘 两个架子 三个隔层 还有四个滑轮 可以移动 最重要的是 它承重量高达15公斤那么多 它有足置的框架 结构非常地稳定 而且实际又耐用 这个真的是很方便 市交要216令吉 Lang Jay 建议可以省个110千令吉 只需要99令吉 是不是很便宜 非常地便宜 而且你没有看错了 我们还要免费赠送你小针板 一个不挑射送给大家 有买有送 就是我们CJ World Shop的一个传统 摆设零杂乱居家好美观 就唯有来自Torres多功能 置物推测 赶快拨打我们的日线 或者用CJ World Shop的手机 来购物吧 来吧 跟你讲新年要到了 然后我要请家人 要请朋友来吃东西 今天我的桌子又那么小 然后东西又那么地凌乱 我又怕打翻 又不懂它放哪里 怎么办才好呢 我就真的很担心 不用担心 小朋友 你看出来监管市面的人 就知道说应该要怎么处理了 你看一下 这个Torres多功能 置物推车就可以帮你解决问题了 你看看 你看你的桌子 就是这么大一张罢了 对不对 你看我的这个推车还可以旋转 因为它有这个万象轮 所以它真的是很方便 而且下面有两个轮轮 其中两个还可以锁定它的 就是这一个了 好 现在我们就将我们的 所有的东西直接 来 你看 我这个托盘是可以移开的 是 可以这样放 可以拿起来 然后把我们的这些材料 食物都放在托盘上面 好 满了之后 我就把它再放上去上面 所以你想想看 如果你要吃火锅 你要就是照顾你的客人 你直接就将这些东西 摆在我们的这一个 置物推车上面 一次锅推出来 然后将所有的这些饮料 零食摆在桌子上面 吃完了 一次锅把它摆在上面 又推回去你的这个厨房 是不是很容易收纳 很容易打理呢 干干净净 畏畏生生整齐 想到都快乐啊 对 因为这个推车过后 你把东西放在上面一目了然 你要什么就拿什么 最重要的是它整齐有序 那当然除了就是这个推车之外 也不要忘记 原来我们的这个置物价也可以 我们的这个推车也可以当作是一个置物价 那你有发现到吗 有时你家里一定会有很多那个报纸啦 那些杂质啦 相框等等 都是放在那个桌子啦 或者是那个沙发旁边 但是今天如果你的Torres过后呢 把轮子拆卸掉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作一个置物价 你看 放我们的相框啦 水瓶啦 盆栽等等呢 都是非常整齐 尤其是杂质还有报纸这些东西 总之在家里任何一个地方 都可以把它派上用场 只要花一点小小的心思 和一点点努力把东西排上去 你的家里就会变得非常干净 而且整齐啦 那各位人姐 如果你是刚生了宝贝 你的宝贝不是时常要换尿布的吗 你看一下 我直接将那些奶粉 奶瓶等等 我就放在我的这个置物推车上面了 对 你想想看 你不用一跑去厨房拿奶粉 拿那个奶瓶罐 又不用跑上去二楼房间 拿他的桌子 全部就在里头了 你自己看一下 OK 他的衣服 小朋友的衣服 我整整些叠在这一边 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用品啦 下面就是那个pampers 尿布等等 这整个所有的东西摆在上面 很整齐美观啦 而且我们不是那种cheap cheap的置物价 看起来是很高贵大方的 你要不要 那最重要就是呢 除了就放baby的这些东西之外呢 我相信有些人拿房间比较小的话呢 我们可能就没有这个梳妆台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用这一个 我们的这个置物推车嘛 对不对 就可以把这一些我们的化妆品啦 香水啦 手饰啦 Tissue 毛巾等等呢 全部都放在我们的这个推车上面 那不够位的话 你就把它移开咯 然后呢 你就可以把它在房间 每一个角落都把它派上用场啦 对了 其实我们今天这个是一个竹子的框架 对 就算你放在浴室啦 你拿来放你的那些 shampoo 嗯 这些 shampoo啊 它都ok 中到水喔 它也不会那么容易腐朽的 是的 而且呢 它真的是比较耐用 因为都是一些防水的木啦 然后是竹子的框架啦 所以真的很大力推荐给大家 所以呢今天你把它带回去 不要忘记每一个隔层呢 可以放5公斤那么重 你不用担心 因为它是非常实用的 你不管是去到厨房 客厅 你的睡房 甚至厕所里面呢 都可以把它派上用场 为什么呢 因为它就是可以放很多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家里 如果我们家里有很多这种小小的 很凌乱的那些东西的话呢 我们只需要把它摆到Toris这个推车上面 你就不用担心 你的家里看起来非常的脏 非常的乱 然后不能见人这样子啦 对啊 刚刚我们就说了嘛 过年过节 我们一定有聚餐的 是的 那如果你想想看 你家的那个桌子啊 是一个长方形的 对 小小的一个 就好像我现在这个桌子 坐四个人而已啊 都已经满了 你看那些碗碗碟碟 这一个整个火锅炉啊 然后甚至是摆其他料理哦 已经摆到它差不多满了 怎么办 你怎样来吃火锅 是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呢 我们需要Toris 为什么呢 今天你把Toris带回去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剩下的这一些配料 我们的这个火锅料呢 都放在这个走推车上面 你看 如果我们要拿这一些 那个火锅料的话 随便这样旋转 你要拿哪里都可以 你要拿什么料都可以 就连你看我们的这一个酱料啦 我们的这些菜啦 都可以把它一并放在上面 不要忘记哦 这个是一个托盘来的 今天呢 如果你是有托盘的话 更加的方便 你对面的朋友要拿的话 你就把整个托盘这样拿起来 拿这个地给你 你就可以拿你要的料 对不对 真的 如果有客人来你家 你直接浆的水 零食就放在上面了 直接拿过去 来 请喝水 吃零食 对 是不是很方便 你不用一直跑进厨房 拿两三罐就跑出来了 真的很浪费 拿零食要再跑出来 累都累得要死 最重要的是 今天你自己看一下 这个Toris的置物推车 它真的很美观 而且呢 我们还给你这个小针板 当做礼物送给大家的 而且不要忘记 只需要九十九零级 就可以把整个套组给带回家 你家里凌乱的话 就一定需要这个Toris了 因为它可以把你的家里 弄得更加的整齐啦 对 各位联系 你不要想到说 我家也不是有这个铁的置物价 对 我用了几十年都没有换 可是你有想过吗 它是很摇晃的 对啊 而且你用了几十年 你没有发觉它已经生锈了 对 这种锈技斑斑的地方 如果你不小心割到手的话 你就会破伤风 如果你放食物的话 就非常不卫生 今天你这样摇摇晃晃 有小朋友不小心走过碰撞到 整个东西跌下来怎么办 而且你不可能拿这个 这个价格拿出来招呼客人 对不对 它只能够躲在你的厨房 放那种调味料 不见得光 像斜架这样子 真的 这个也是一个木制的 你可以看出它是一个斜架了 有些人可能也会拿来放一些书 杂志等等 可是它真的很摇晃 非常不稳固 说不定用椅子下 它就整个烂掉了 然后很难清洗的 如果你种水的话 一直骂它 可能它很快 就会腐朽掉了 发霉 发霉等等 这个也是不太好 可能我们就不推荐给你 所以今天我给你带来的这个新产品 你真的是要留意一下 因为Torres的这个多功能置物推测 你在外头如果要买的话 这个至少216令吉 真的是很贵的 可是今天这个你看 还可以移动 总共有三个隔层那么多 这两边都是一个防水的架子 然后上面那一个拿起来 变成一个拖盘 原来它是一个拖盘来的 是的 有了这拖盘过后 你就可以比较恩爱一点 早上就是把这个食物 早餐拿给你老公或者老婆吃 总之 这一个你在家里哪一个角落需要它 你都可以买一个放在那一边 对了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0-1808 或者用CG WorldShop的手机来抢购 买回去一定很开心的 对了 市价是要216令吉的 可是今天我们只以99令吉新品上架 让你开开心心把它带回家 最重要的是有买就有送 免费赠送你小针板一个 我们不挑色送出了 有正品 真的要赶快抢购一下 而且有了它 你的摆设就是零杂润居家好美观的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者用CG WorldApp来抢购吧 那各位妈妈 你有没有因为你小朋友的那些玩具 衣服 甚至在尿布 每一次把它摆得很凌乱 使得整个客厅看起来就是很杂乱 你每次收拾 一直在重复同样录作的时候 你会觉得说很火火很生气 怎么才可以教到我小朋友 帮忙收拾我的客厅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 有 就是把Torres给带回去 当你把Torres带回去 有这个足够的空间 让你的小朋友来学习 怎么样把东西收起来 或是收得更加的整齐的时候 他们就会非常愿意来帮你做这个动作 就像我这样子 我是有点小强迫症的 如果东西小小样小小样 淋乱乱乱放的话 我也很不顺眼 整个人很气不顺的 所以今天我就把Torres带了回家 把那些小小样的房间里面的香水 手势都放在上面 通通都没有问题 真的 因为我们叫她 多功能置物推车 你有看到吗 在那个短片里面的那个女生 她就推着她 如果你要洗车 你要晒衣服 你也可以将所有的衣服 放在上面 然后推出去 然后拿出来洗 因为它有四个轮子 就算你把它放在你的浴室 将你的毛巾 你的那个洗面乳 宣布等等放在上面 你用完了再把它推出去 你的浴室还是看起来很宽敞 不会狭窄的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时代 把太多的沐浴露 洗脸的产品 放在整个浴室里面 占了太多的空间了 那其实也不要忘记 它可以拿来当作是推车之外 也可以当作是置物价 那在家里的时候 我们会有非常多的杂志 或者是一些那种装饰品 在家里每一个角落 非常的凌乱 当你把它放在你家里的沙发旁边 你就可以当作一个非常漂亮的 这个植物架 盆栽啦 相框等等 摆在上面 看起来很整齐之余 你收拾起来也更加的简单了 对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我们今天给你的是一个竹子的框架 这个竹子的框架有什么好处呢 首先它比木的更加的坚固耐油 而且你不用担心说 它很容易受潮啦 腐朽掉啦 然后呢 它也真的是很容易清洗的 不管是说沾到什么这样子 只要是油 妈一妈它就干净了啦 那最重要的是呢 它组装起来也非常的简单 我最喜欢的地方呢 就是它可以用来推 当作推车这样子来推 那家里如果范围比较大一点点的话 你要把这一个菜 捧到我们的客厅去的话 我们可以用它 你就不用担心它 你走走一下 捧一下那个菜倒在地上 对不对 对了 我们这过年的时候 最喜欢就是吃团圆饭 打火锅 打冰炉 你看一下 甚至是如果你要拿那个饮料出来 招呼你的亲朋好友 它是都可以帮你省时间 省力气的 怎么说你直接在冰箱里面 将十多罐的饮料拿出来 放在第一格 对 第二格你放那些年饼 第三格你再放那些冰箱 还是什么 一推出来 他们要多少罐就拿多少罐 你不需要摆到你整间客厅的桌子 都是满满的 但是乱乱的 是的 如果你没有这个手推车的话 你要拿十多二十罐这个饮料 你怎么拿得到 一定要用这个推车 对不对 那如果你在外面 或是其他的这个网站购买的话 你需要一百二十九令吉 你看 还是没有赠品送给你的 真的 还要再加运输费 可是今天我们给你的是 FREE DELIVERY的服务 是的 让你再吸满的 我们都可以将TORES的这个推车 送到你家 九十九令吉吧 听清楚 九十九令吉是超级的特价 在外头 绝对找不到这么便宜的 一个多功能支部推车 对了 还有赠品 这个小砧板送给你 是的 就只有在CJ博客可以买到 那么超级的东西 而且还有赠品送给你的 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 如果你要把家里看起来更加的整齐 收拾得更加有序的话 赶紧把我们的TORES给带回家吧 电话渐渐中 别当心 只要下载TJ博客手机应用程式 注册新的账号 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费务了 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 点击Bundown的按钮 输入Postcode 选择地区 输入门盘号码和路名 您所订购的产品 就随即为您送上 天天精彩 天天旺 你家的客厅是不是有太多杂物了 在家常常找不到物品 疲于奔命 那如果有的话 就代表你家里非常的肮脏 非常凌乱 今天看一看CJ博客新品上架 带给大家的就是 Torret多功能支部推车 它可以让你善用空间 收纳的东西更加的方便 没错 收纳有序范围 不设限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你一个托盘 两个架子 三个隔层 还有四个滑轮 它就构造出一个很完整的 支部推车了 是的 最终阿拿大 它承重量是高达15公斤那么多 它是足置的框架 结构非常的稳固 而且实际又耐用 所以每一层都可以承重高达5公斤 市价要216令吉 别担心 今天我们新品上架 给你一个优惠价 99令吉 是不是很优惠 不只是这样子 我们有买就有送 因为我们是CJ博客 还要再送你小砧板 不挑色是送给大家的 真的太棒了 摆设零杂乱 居家好美观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用手机APP来抢购吧 这些宝宝的衣服 桌子等等 全部摆在我家的客厅 有时又散落在地上 还有沙发上面 我单单只是要收拾这些尿布 我都花了很长的时间 而且看起来真的很杂乱 想到就很痛苦了 有什么方法 我真的不想继续这么痛苦下去了 其实不用那么的痛苦 你看今天 非常好看的这个推车 看是很简单 其实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烦恼 就是说你桌子上这一堆东西 我们都可以把它放在 我们的这个推车上面 而且今天有这个托盘 你看到吗 这个托盘就是说 你要在喂奶的时候 你要去泡奶粉的时候 你都可以把它带到你的客厅 带到你的房间去 你看到吗 一目了然 非常的整齐 也非常的有序 你看 它可以拿出来的 只放东西的话 或者是拿来 就是装很多饮料 零食 对 在过年的时候 直接拿来serve你的客户 客人 它就很方便了 省多时间跟力气 真的有很多东西不能等 尤其是喂奶 还有换尿片 所以今天你有了它 推到客厅 推到房间 完全不是问题 因为它有四个轮子 它旋转起来 你看360度旋转 你就不用手伸到对面去 你可以就从每一个角落 360度去取 或是去拿你要的东西 对 而且你自己看一下 这边还有一个 就是可以锁的这个锁头 只要你把它这样压下去 它就锁着固定它的位置了 所以它不会移动 是的 拉起来就可以了 很容易操作 我很喜欢这个主推车 那有了它过后 你推到哪里都不会是问题 最重要的就是 但是呢我们今天 除了就是有这个推车之外呢 你要注意一下 今天我的客厅有什么不一样 你看到吗 原来这个就是Torres的 这个自货推车来的 对 摆在这边这么久我都不懂 哦 它拆开那个轮子 又可以变成一个很美观的一个 自货架 你看我在上面放满了我的相框 甚至是摆我的花盆 水壁等等 书本等等 其实看起来也都真的是非常的美观 完全是很整齐的 你家里不可能就只有这样少东西 一定还会有很多 还有这些我们所谓的杂志 报纸 所以今天你一定就是需要它 可以把我们的家里呢 就是弄得更加整齐 而且不要忘记 过年啦 新年到了 新年到了 客人来了嘛 对不对 有什么好吃的 这位先生 今天我们有很多饮料 你看你的清门器有来到的时候 就可以把这些水啦 零食啦 饮料都盛上桌子上面 因为每一次过年的时候 我们真的是很疲惫的说 是的 一直将那些零食啊 吃的东西 就是从厨房搬到客厅 对啦 然后呢 你要再进去厨房 就拿新的一些饮料出来 我每次想到这一点 过年我就觉得说 哎呦 很辛苦很累了 是的 你看今天不只是我们的这个食物跟饮料 就连绿色啦 那一些都可以把它一并放在里面 你看只需要一次的这个工作 你就可以把所有的食物跟饮料 都盛上桌子上面了 你看到是不是非常方便 真的很方便 因为你想想看 有时候你老家的爸爸妈妈 他们就很累嘛 对不对 那这么老了 你还要去招呼客人 跑进厨房这么多次 拿那些零食等等 他们拿出来 拿进去 你收拾又怎么办 收拾这么多东西 你要跑多少轮 家里面没有工人好不好 没有女佣啦 难道我们 我们的妈妈 甚至孩子 全部都是一定要做女佣的 不是吗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成为我们最好的帮手了 是的 所以简单来讲呢 他真的是可以帮你解决很多的烦恼 尤其是你家里非常凌乱 或者是你要招呼亲朋气友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个派上用场 当然不只是新年可以用啦 你每一天在家里 一定有很多凌乱的那种小杂物 在你的客厅 不管是食物啦 杂志等等都好 你其实也可以把这个Torres 摆在你的客厅搭做一个自无价 放在书房也OK 因为你可以将你多余的一些 比如说包啦 或者是一些纸啊 文章等等 你可以摆在上面 因为还有三个格层嘛 对不对 有一些文具也可以放在上面 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 听清楚了 因为过年的时候我们要吃火锅 对 我们要吃团圆饭 可是如果那个桌子很小张啊 我们摆了那些碗碟啊 那勺子啊 甚至这个火锅的那个锅具 那再摆其他料 还有位置吗 看到吗 已经是没有位置了 一目了然 当然如果我们是这样子的话 那你算是吃火锅 我们吃火锅就是要料多 那料多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Torres 把我们的这个火锅料放在上面 首先来看看 我们上面呢 这里就有一个托盘啦 你就可以把这些食物放在上面 那你对面的朋友啦 亲戚要吃的 把整个托盘托给他就可以了 你看把它这样放在桌子上面 是不是非常的整齐有序呢 而且不要忘记哦 今天我们这一个推车呢 它是可以装15公斤那么多 每一层就可以放5公斤的这个食物 吃到你饱饱没有问题 再来呢 还有是有轮子的嘛 你看 可以做一个360度的旋转 你看 做了这样的旋转呢 你就可以把它推来推去 你的朋友啦 亲戚要什么都好都没有问题 那最重要就是呢 今天它的这个框架呢 是竹子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的这个框架 不小心弄肮脏了的话呢 你可以用湿布这样骂一骂 就变得非常的干净了 这个竹子的框架非常的耐用哦 对咯 当然我们的这三个隔层啊 下面两个架子 或者是这个托盘呢 都是呢 属于比较可以防水的 这个木板的材质来的 所以你也不用担心说 它肮脏了 然后你骂了之后 它很容易就会没掉啦 甚至是腐朽啦 这个OK的 别担心哦 而且真的是很坚固的整个 是材质啊 是的 所以你有了它 过后你就不用担心啦 你的这个桌子非常的凌乱 然后呢 就是不小心弄倒这些汤汁啦 或者是这些火锅料 所以你今天吃东西 也可以吃得非常的安心 对了 到底今天我们带给你的这个产品 卖多少钱也很紧张是不是 我给你看一下 三个隔层呢 这个呢 多功能的字幕推特 只卖你99令节 哇 好便宜啊 是的 不只是这样子呢 还要再送你这一个小砧板 一个啦 不挑射送给大家 所以今天你要买的话就要手快了 因为只需要99令节 就可以让你的家里更加的整齐啦 对了 各位灵姐啊 你的那个厨房 然后拿来放那些油啊 调味料的啊等等啊 是放用什么东西的 还是你直接放在那个桌子上面 然后每次要拿这些调味料的时候 去倒了 然后从东边跑到西边 找了又拿过去除 想到都觉得很累的 对不对 是的 然后你看赛衣服也是 对有时候在衣服的时候 你要去搬那个衣服 去搬那个衣架 那个clip那些 都非常的麻烦 但是如果你有了Torres的话呢 就不同了 那说回我们在厨房的这个 那些酱料啦 调味价 调味价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很丑陋 不能不见得光的那种 因为为什么呢 它首先生锈了 看到吗 锈记斑斑 很不卫生 然后呢 你吃东西的时候呢 就是不卫生的话 你吃了最肚子痛 而且你不要忘记 你看我随便这样摇一摇 就已经晃动得很够力 它哪里可以沉重 哪里可以放更多的那个酱料 对不对 你不要跟我讲 你过年又拿这个出来 装那些饮食粘饼 甚至是饮料来招呼你的客人 看到我会觉得不好意思 对不对 然后这个呢 是什么 这个是斜价来的 你不要拿来说 这个可以放那个书本 花盆 也是摇摇晃晃的 然后它一种水的话 也是很容易就发霉了 然后就烂掉 那些黑黑的地方 就是呢 它已经是肮脏了很多的物质 甚至是可能会发霉 有霉菌 像这样子的一个木呢 它是不耐的 用一两年可能它就烂掉了 对 你看不好看又不好用的东西 为什么要呢 我们就不要这种东西了 你看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 就是Torres 很好看又很好用 最重要的是 价钱也很便宜 对啊 你自己看一下咯 它是可以转动的 因为下面有四个轮子这么多 然后三个隔层在这边 这两个架子 跟上面这个托盘呢 都是一样的木的材质 而且它是可以防水的 你看我拿出来 所以如果你在过内的时候 你装满那个饮料 零食拿出来 来 各位朋友请喝水 来吃饭吃点心 这是多么方便啊 一次过你可以放多少罐饮料 是的 所以看起来就非常体面 当然除了托盘之外 我们下面呢 还有两个这个隔层 那这两个隔层呢 都是可以额外放五公斤 五公斤 最重要的是 还有轮子 平时在家里的置物价呢 它是没有轮子的 今天我们的这个置物价 在家推车 是有轮子 也可以当作是置物价来使用 对啦 单看它的颜色 因为这个竹子的框架的颜色 是现在时下很流行的 就比起一般的那种铁的 还是木的 就来得看起来高贵大方很多 可是它高贵 售价却非常的友善 我们只卖九十九令吉罢了 你在外面要买这样子 至少要两百令吉 对 这个九十九令吉就可以拥有了 现在你要做的东西 就只是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一八零零一八零八零八 或者用CGWOWSHOP的手机APP 来抢购吧 对啦 今天带给你的这个产品呢 售价只需要九十九令吉 Torris多功能置物推车 真的非常地优惠 是 帮你省了非常地多 还要再免费送你小针板 一个不挑涩送出 非常地贴心 有买就有送了 在外头买都没有赠品 可是CGWOWSHOP就是有那么多的赠品 白色零杂乱 鸡家好美观 就售有来自Torris多功能置物推车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或用手机APP来抢购吧 年关将至 所以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物色一些新的 家具 橱柜等等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现在要买一些置物价 橱柜等等 很贵了 少说都要三四百令吉 然后买回来的可能它都不是那么的耐用的 因为用的材质很差 对不对 可是今天如果你花一个九十九令吉 就可以代替那些所谓的书架 橱柜 衣柜等等 你是不是觉得说它很方便 划断 是的 可能你在市场买的就是 好看不好用 有些是不好看又不好用 跟你讲 今天你把Torris带回去 你看 它又方便 而且可以放很多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在你厨房里 有很多种瓶瓶罐罐 你的这个房间里面有很多这些香水 很多不同的那种小小的物件 你都可以把它放在Torris上面 对不对 真的 你看 吃火锅的时候 我最讨厌的就是我家的那个桌子 太小了 你知道吗 因为每次我们一家人 大概整十个人 我们加那个火锅的锅子 再加火锅料 碗碟 全部加在一起 已经满到完了 我都没有地方再放那个火锅料 所以要怎样 你再买另外一张桌子 再放那些菜 肉等等 可是这样子又浪费钱了 那如果你摆在你的厨房的另外一边 你要进去厨房又拿出来 轻轻出出 泪都赖到死了 你不要讲享受那顿美食 对 所以尤其在过年的时候 如果你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 你会觉得很麻烦 很辛苦 有过年 总于没有过年 在那边奔波劳碌 但是今天你把Torris带回去的话 你就不用担心了 因为你可以放很多不同的东西 尤其是在招待客人的时候 你就真的是可以把食物 饮料 一并过拿出来 收拾也更加地简单 总之家里任何一个角落 都可以派上用场 总之你可以随意发挥你的创意 对 那有人就说 你甚至可以放在你的门口 当作什么 鞋架 过年的时候特别多 亲爱的朋友来我们的家 那如果你觉得说太乱了 不美观 你就当作鞋架了 让我们把鞋子放在那边 然后推去一边 看起来也是美观大方的 总而言之 你想得到的 他都可以帮你做得到 就好像我们刚刚一直强调的 如果你刚生了宝宝 你的小朋友时常要换尿布 你要冲奶粉给他喝 如果你觉得有时候很懒惰 不想一直跑上二楼 去房间拿尿布 或者是跑去那个厨房 帮他冲奶 你这样所有东西 直接放在这个置物架上面 包括了那个热水瓶 好 你要冲奶的时候 直接冲 然后换尿布 直接拿出来 对 你在客厅看连续剧 你不想打扰你的那个性质 对 总之 每一步 你就把它推出来 然后就换那个尿片 或者是喂奶就好了 而且不要忘记 今天我们在CJ World Shop 的这个售价非常非常便宜 如果你在外面购买的话 那个价钱可能就不只是 九十九零几 你看一看 在外面买的话 都要一百二十九零几 没有赠品 也没有包运费 对啊 CJ World Shop是 免运输费费 所以你看一看 九十九零几 就可以买到这个非常好用的 多功能的这部推车 你会不会觉得很超级 九十九零几罢了 你在外面买 至少要两百多零几的 不要错过这难逢的机会 CJ World Shop新品上架 还要送你这个小砧板 不挑色赠送了 你在外面买东西 有没有赠品 没有 对不对 那现在看到了还不抢 等什么呢 是的 所以不要错过这个机会 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 又或者是呢 去到我们的手机APP 把它抢购回家啦 电话阵线中 别当心 只要下载CJ World Shop手机应用程式 注册新的账号 填上基本的个人资料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购物啦 选择你想要购买的产品 点击Bunnel的按钮 输入Postcode 选择地区 输入门盘号码和路名 您所订购的产品 就随即为您送上 天天精彩 天天WOW 你看 有了Torres的这个东西 是一众不同 我发觉了我们整间家的客厅 就变得更加的整齐了 而且当我们要收理这些 多上的食物饮料的时候 真的很快速 很方便 因为直接将它放上去 我们的三个隔层上面 它就真的省下很多功夫跟力气了 而且你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置物推车有什么特色呢 对啦 首先来看一看 今天我们的这个置物推车 看起来是非常简单 而且非常实用 它是用这个组织的框架制成的 也就是说它更加的稳固 更加的耐用 而且不要忘记 它有一个 两个 然后再到上面有三个隔层那么多 每一个隔层都可以让你放 高达五公斤的重量 也就是说总共可以承重 15公斤那么多啦 对啊 那你想想看 如果你把它放在你的房间里面 你要放在香水 化妆品 护肤品 放在第一个隔层上面 可以 好 如果你全部摆在你的化妆台上面 有时候要很难清洗 清理 因为长很多灰尘嘛 你摆在这边就很容易清理了 对不对 第二个隔层那边 你甚至还可以放你的一些毛巾 甚至是一些首饰等等 第三个就可以放你的衣服 袜子等等 所以它也等于说是一个可移动的衣柜 甚至是另外一个植物价来的 是的 所以今天你想得到要放什么东西 它都可以摆在里面 就让你在这个家里 就是说可以看起来更加的整齐之余 最重要的是今天价钱也是非常厉害 对不对 对啊 而且我跟你讲 你要在外头买这样子的植物价 真的是有点贵 我不骗你 因为外面那个市价可是要216令吉 可是今天我们给你的价格只需要 99令吉 99令吉就可以将它带回家了 所以真的不要错过这难封的机会了 是的 来 赶快拨打我们的热线 1800-180808 或者用CJW的手机来抢购 谢谢你收看我们节目了 天天精彩 天天棒 天天棒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hygiene deer 打顶了 你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